如果走不掉的,我想你的問題就是想沽了 有人都看到它的股價,70元那裡充了3、4次,充不穿 因為我們看圖,剛才的1171也是一樣 如果你看一些密集的阻力位,反過來一些密集的支持位 你在那裡買貨,你就相對安全的 證明它試了很多次,都跌不穿那些密集的支持位 反過來密集的阻力位,如果都最後是升不穿 那就窄小一點了,升不穿又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看看康龍化成的圖,它在11月12月 本來那時候,50元試了很多次都不升不穿 但是到了12月底,一升50元,就多走20元給你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圖,為什麼說破位就去追呢? 就是一個例子,有時候一些阻力位,女工不破 但是一升破的時候,跟著那個的聲勢就會相當之快 還有一定的升幅 反過來,如果是一個阻力位形成密集的阻力位 女工不破而掉頭回落的話,你就要小心了 其實它今天低位見過55.65元 也都將1月5日打後那些低位呢 58.5元,就是1月5日打後呢 最低都是落到58.5元,都跌穿了 甚至是直接是今天的低位下探條250天線 250天線就是56元那些位 可以如果你說想等它彈到什麼位 來去減股呢?走呢? 逃生門,這就是我們所謂 那就看回那條20天線 我想大概是62元 如果跌穿了就會是回升的阻力 好,謝謝主持人 eTENET 專易版 HVII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適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立刻申請啦 我們看看